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内营股来说 第一季度的一个信贷的增长 比较大的一个增长 在以过往的经验来看都是比较普遍的 只是本次的这今年的一个增长非常的大 而且超出了一个中央的预期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 加强一些调控或者是监管的话 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内营股现在有很大的一个分波 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在今年年头进行了一个大量的集资 在这样的一个比较负面的消息的印象下 很多内营股的股票在近期 横止屡上高位的时候还是受到打压 比如说工商银行的股价已经是跌至接近一个月的一个新低 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内营股板块 在无论从盈利还有稳健的程度来算 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板块 在现在的情况下 可能而且我们对于这个集资情况是这样看的 2010年来说 不论是香港或者是内地的一股市场 IPO或者是其他的集资行为 市场对它的预期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对于这么大规模的集资 其实市场现在储备了充裕的资金 市场对这一个集资的行为也是有备而来的 所以来看暂时对这一消息的消化是过分担忧 对这一消息的消息的消息